这商大酒店是一家在川沙经营了12年的老店 最近他们正在进行升级改造 打造成以汽车为主题的产业园区 负责这个项目的是这里的总经理夏厚才 但在工作如此繁忙的情况下 他依然每天出现在厚厨 甚至还能经常看到他亲自下厨的身影 是的 夏经理也是厨师出身 是中国烹饪大师 同时也是浦东烹饪协会副会长 基本上是每天装饰晚饰我都要进厨房 如果忙的同时我要亲自上座去跟他们一起收 帮忙的同时来监督他们的厨品 不仅如此 酒店每月新菜的研发和创新 也都是由他亲自带领厨师团队完成 是这样的 平时我们外面走动得多 我们协会事情也比较多 交流得比较多 然后把我看到的跟吃到的 所有的照片拍好了以后 回来以后 跟他们再进行一步探讨 然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改良 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产品 每个月都保持有十到十五道新菜 其中有复杂精细的做法 像这道超级牛肋骨需要腌制整整两天 并上锅蒸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 而做法简单的菜也同样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 比如我把空心菜的老搭档蒜泥换成了青红椒丝 并且夏大厨也不令和时刻分享自己的新创意 甚至还会有不少食客在品尝后专门求教 那今天面对我们简单而又要创意的挑战 夏大厨也专门为我们创意了一道菜 光从成品看你能猜到这是用什么做的吗 其实啊是用冬瓜裹上面包糠 今天我们就来学做这道极富创意的黄金万两 首先第一步先来给冬瓜改个刀 将冬瓜切成约一个米粒厚的薄片 注意千万不能切太厚 否则口感则完全不同哦 接下来我们给冬瓜调个底味 调光的全面一点点 腌制十到十五分钟 把这个冬瓜让它入一下味去一下这个水分 第三步将腌制好的冬瓜片挂上面包糠 先用鸡蛋和生粉调一个蛋糊 生粉大概十五克到二十克 鸡蛋里面调上生粉以后可以增加冬瓜的一个颜色 第二个它是起挂糊的一个作用 要把这个粉搭在这个冬瓜上面以后啊 挂上蛋糊以后里面才能起脆性 接着按照生粉蛋糊面包糠的顺序 依次挂在腌制好的冬瓜片上 最后将挂好面包糠的冬瓜片放入油锅中炸制 炸制时油温要达到五成热 全程开大火 快的搭上去 有一点硬硬的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这道金黄酥脆的黄金万两就完成了 像这样脆脆的冬瓜你有吃过吗 难得的是中间依然保持着冬瓜绵软的口感 虽然是油炸的 但夏天吃也一点都不会腻哦